你好,我是熊太行,欢迎来到我的得到课程,职场关系课 上一讲我介绍了如何维护自己在职场上的盟友 这一讲我会跟你讲一下如何与盟友之外的人联手 什么是联手呢?联手是一种短期合作,关系不稳定,大多数联手不超过一个月 和结盟相比,联手的条件就要宽松得多了 联手的对象也是一个更广阔的范围 大部分都是中立同事,但在有的时候和你有过节或者说存在利益冲突的人 也能成为联手的对象 联手行为的出现可能是某件事情上有共同的利益 也可能是双方共同面对同一个更富有侵略性的对手 我之所以要用一讲来给你解释联手行为 就是因为它是一种高风险行为,也是最容易发生背叛的行为 但是如果你一味的去排斥联手,又容易错过一些很好的机会 要把联手学懂学透,就能够用人所长,补你所短,调动更多的资源 在第四章的第一讲,如何打理关系基本盘当中 我跟你说过,急功近利是不可取的 对一个人,有用时朝前,没用时朝后,这会伤害你的基本盘 但是联手就不一样了,联手天生就是最短期的行为 但是如果你觉得联手行为就是可以随时翻脸的关系,那你的职场之路就很难走远 短期行为并不一定意味着背叛 联手的特点是什么,是认事不认人 对方答应和你联手,是奔着某个短期目标去的 目标实现之后,彼此的关系就会恢复到联手之前 在选长期的结盟对象之前,我们会看三观 看对方的脾气,性格,还会计算对方未来的成长性 但是在短期联手这件事情上,只要这件事对我们都有利,这就是联手的理由 好的联手行为一般包括了以下的三个元素 最强的人,最快的人,和最规矩的人 首先说最强的人,联手优先要挑实力 因为如果很多人都可以跟你联手做这件事,那直接选实力最强的 而不是去选择看上去最好控制的 因为你不是挑选人才,或者是挑选小跟班 第二,弱的人会让事情拖延起来,双方都会变得疲惫不堪 其次,最快的人,要尽快完成这个短期合作 夜长梦多要明白这个道理 你和联手对象在职场上都有彼此更亲近的人 如果你们的联手行为拖久了,这些人可能会节外生枝 第三说,最规矩的人 如果联手对象在以前曾经背叛过其他的联手对象 甚至于他的盟友,那你要尽可能小心 提起你的戒备来,千万不要松懈 新人和实力比较弱的人也能和强者联手 但是你要付出的代价可能会更高 你可能会把自己更多的利益让给对方 这时候这个联手才更可能成交 当然我要提醒你一句,在联手的过程中,你要避免一些错误 一位C同学曾经在留言当中分享过他的短期联手经历 他的问题就非常典型 我是一位新人销售,前几天有一位客户来咨询 我的年资有限,经验也很少,担心拿不下他 领导就找了一位老同事B来帮忙 B和客户接触了几次,对方很满意 我就去忙别的了 一个星期之后,听说客户已经跳去了别的公司 B还跟我抱怨说,他给我打开了局面 我都没有后续跟进 这让我觉得很委屈 C同学说的这种错误啊 是刚刚开始联手行为的时候的人 常犯的一种错误 第一个错误是什么?工作没有分好 即使有的公司内部有规定 合作应该怎么样分配工作 但是两个不一样的人真实实现的分工 可能就会不一样 如果是强强联手 那两个人能够快速达成一个差不多的工作量分配 如果这个联手是强弱配 通常是由强大的那一方来负责技术含量更高的工作 较弱的这个新人呢 要分担一些琐碎的灵活 具体到这个例子里 B和C应该早一点明确各自的定位 需要有一个人开口说 我希望你做什么,我做什么 强者开这个口一般来说是顺理成章的 但是如果弱者来做安排 也可以做到彬彬有礼 C就可以主动跟B来确认 客户的服务计划可能得麻烦您了 我来约时间订场地 把准备工作做好 有啥需要帮忙的您随时跟我说 如果B觉得这个条件可以接受 那大家就可以联手 联手就意味着你们两个人不够熟 你不要默认新人C懂规矩 而新人也千万别觉得 老人就能够自己把所有的事情都做了 如果两个人之间有迷惑 那就多问一句确认一下 接下来我们说他们的第二个错误 是利益没分好 还是这位C同学 后来主动去找B同事道歉 对方没有太责怪他 但是提出来说 以后还有这样共同开发客户的情况 我们按比例来 我6你4你看行不行 C同学觉得有点别扭 他后来问我说 熊老师 这个B是不是还在记恨我呀 这就是典型的想多了 在经历过一次失败的结盟之后 B知道C的职场经验并不丰富 所以他吸取了教训 他把利益划分提前说 而且直接拿到面上说 这是和我的联手的分配方案 如果你觉得条件合理能接受 咱们就一起合作 如果要是接受不了 你提提你的建议我听一下 再不行的话 我们就不合作了 联手对象之间没有情分 你不好意思去谈利益 对方就一定会侵占你的利益 那个时候你就会吃哑巴亏 就算私一场能拿回利益 也会严重影响你的工作效率和职场风平 所以大方敞亮的去谈利益 正是体面人的做事方式 要想联手行为 顺顺当当的完成 需要做一些妥当的准备 我在这里给你总结了四条行动指南 第一个是我有备胎 第二个是我有斗志 第三个是我有靠山 第四个是我不做贼 首先我们说我有备胎 无论这次联手对你而言有多重要 一定要明白 联手行为只能用来解决一些锦上添花的事情 就像年夜饭上的一只兔子 有它过年 没它也要过年 千万不要把生死攸关的事情压在一个联手行为上 如果你的联手对象发现 你可以和他人 甚至和他的敌人联手 所联手的事情 也只是你成绩功劳当中的一小块 他就更不容易背叛你 相反 过分强调你离不开他 而碰巧对方发现 他的背叛能直接让你完全出局 对方就可能会蠢蠢欲动 如果你没有其他可以联手的对象 一定也要表现出一种 我一个人也能把事干了 要有这种豪气 然后我们说 我有斗志 决定联手的时候 千万不要退却 推脱 看起来是对方替你多干了活 其实会暴露你的虚弱 要展示你的活力和斗志 这会让对方尊重你 明白你对工作上的进步是渴望的 对工作的态度是认真的 有斗志 也会表现出一个态度 就是 如果你背叛 我会报复你 第三说说 我有靠山 这个靠山不是别人 就是你的领导 我在第一讲里跟你说过 职场上最重要的人际关系 就是你的领导 你和同事的联手 不是结党营私 也不是阴谋诡计 就是正常的分工 领导会在你的日常汇报当中 了解到此事的大略 如果对方背叛你 领导会收到一份更详尽的报告 如果是跨部门的联手 那就更需要你领导的支持 只有你领导的这个级别 才有可能和其他部门的领导 去讨论对错 第四点叫做 我不做贼 在这种联手当中 如果做了背叛公司的事情 就会被对方拿来要挟 到那个时候 你的靠山是当然无存的 你的斗志也会一下子丢光 这四招有须有识 足够让你的联手对象相信 和你合作的好处足够大 而背叛你 你不会伤筋动骨 它会面临无法承担的损失 理解了这四条指南之后 具体我们要怎么做呢 推动联手行为 也有一定的流程 主要是三步 示好 敲打 和立规矩 首先第一步 示好 就是要展示你的善意 你可以在一些小事上面 表现对他的支持 比如说在会议上表态 我觉得老陈刚才说的特别好 尤其是什么什么什么 也可以帮对方一个小忙 用这个人情债 来作为大家互动的抓手 比如说 在对方办集事的时候 行一个方便 对方有了小疏忽的地方 悄悄提醒一句 不用等太久 这个示好的表态到位之后 就可以私下约他谈一次 只表达一个意思 在这件事情上 我们联手吧 第二步是敲打 如果示好 没能促进合作 那我们可能要推他一把 一般来说 对方可能会在提防你 会在犹豫 这个时候就要适当敲打一下 把他的处境和利益都点出来 比如可以展示一下前景 昨天这个项目 中层会上 我跟几位领导提了一下 他们也是非常看好 或者直接提利益 年底了 我们一起冲出点响动吗 当然还可以提示代价 这件事情没风险 就是我们要辛苦一点就行了 敲打是温和的 恐吓或者找领导压人 都不是敲打 多说说对方从中的收益会更好 还记得我们的职场三原则吗 扣住他的安全 进步和收益来说服 效果才是最好的 第三步是利益规矩 也就是把丑话说在前头 除了刚才说的 约定分工和利益分配 利益规矩的时候 还要做两件事 第一件是 进一步表达诚意 强调我看中这次结盟 我不会先背叛 第二是要提醒对方 反水的代价 可以说的温和点 这是领导特别重视的一个项目 希望我们能够通力合作 都能在这个项目中有收获 不然的话 我们都会变得很被动 这就是特别得体的一种提醒 做不好领导会灭了我 但是你也逃不过 最后再提醒你一句 无论再怎么有准备 在职场上的联手 仍然是和过去关系疏远的人 做短期合作 它是有风险的 所以在心态上 不要被背叛所震惊 也不要被背叛所折磨 你可能什么都没做错 你被背叛 就是因为你们的关系不密切 所以不要依赖 这种中立同事 要广撒网 在各个盟友那里 都能够得到支持 不依赖中立者的慈悲 你在职场上 才能够更安全 走得更远 总结一下 在这一讲里 我给你讲了 如何在职场上 短期联手 你要寻找实力强 动作快 有分寸的人联手 你要记住 在联手的过程中 要分清职责和利益 短期关系追求的是效率 而不要产生太多的纠葛 给你留下一个思考题 如果你和一位中立同事 联手的过程中 意外发现 你们侵犯了盟友的利益 你的盟友让你立刻停下 你应该如何做呢 这是一道多选题 A 立刻停止联手行为 安抚你的盟友 B 给你的联手对象 一点解释和必要的补偿 C 和你的盟友一起 把过去的联手对象打败 D 嘲笑你的盟友 然后和你的联手对象 团结得更加紧密 E 公事公办 请领导协调和裁决 欢迎你在留言区 写下你的答案 下一讲 我会给你讲 如何剔除阵营当中的 亥群之马 我们下一讲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